Tsunami 2004年12月26日 在这一日之前Tsunami这个字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几年前被日本乐队Seven All Stars用上的歌曲名称,或者只是由地理课本上才会明白到的自然现象。 虽然以前也有读过这类事故的报导,但觉得有些事不关己那种,也可能是地域太远而是不会用心去了解,正如每一天都会有新闻片段中看到的耳巴冲突。 开始盲目了,只会当是一宗普通新闻来看,不会想到背后失去生命的人数。 但没想到今次会牵动那么突如其来的连锁反映,好像骨牌被推到一样。 不清楚世界各国在何时用上这个日语词会的罗马拼音来代表这个灾难,但日文的世界里面,这个罗马拼音写出来的汉字叫做《进波》。 吴太喜欢用上这个中文的名称,始终觉得有些神化、夸张和暗示人类被驾驭了。 无疑今次人类真的被吞吞了,一秒间蠶食一切幸福家庭,一切放松的心情,一切美好的前景,一切手上的工作,一切令人值得留下的记忆。 仍然其他世界和平的人,内心是纯洁,和对前景充满希望,但这一切已经变得不再理所当然。 一秒后的世界是怎样,也无法搞清楚。 日子被观赏另一重意义,正如对部分人来说,紧急求助电话号码等于国商一样。 新闻片段传来的情景,就好像电影《铁达尼号》和《圣经》内的《罗亚方舟》一样。 我们可以做到的,可能只有祈祷和面对变化。 牛登曾经对《圣经》提及末日而作出过一个预言的时间,2060年,开始有点信。 萨拉奸觉得香港是一片福地,没大灾难,也没有太多生活烦恼或惧怕。 悼念因为这件事离开世界的逝者,希望他们能够尽快进入安逝之所。 爆炸就是这个未来有更快资价已经进入了很多预言 혼� macar者最后。 您好 przeى第三关 bajo点币尔面的人交集中因为录像店。